作为拥有丰富牛肉饮食文化的美国 居然是世界养猪大国 每年产量达到惊人的一千万吨 那么很少吃猪肉的美国人 是如何占据养猪业的半壁江山的呢 美国拥有着非常多辽阔的土地 不光可以种植粮食 对于畜牧业的发展 也是有着良好的条件的 特别是中西部的中央大平原 地势平坦 很适合饲养动物 而且周围都是湖泊 河流 水源充足 据不完全统计 美国鸡肉的生产量是非常大的 他们也很喜欢吃鸡肉 什么烤鸡 鸡排等 都是他们日常的食物 因此 每年会生产超过四千万吨的鸡肉 远超于其他国家 而他们国家牛肉的产量也是极高 占据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 每年产量超过了一千二百万吨 占据全球产量的百分之二十 而并不常在美国人餐桌上出现的猪肉 也是美国的生产主力之一 每年猪肉的产量也达到了一千万吨 2022年 美国出来了1.33亿头猪 猪肉产量为一千二百二十五万吨 仅次于欧盟和中国 看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 为什么不爱吃猪肉的美国 却是养猪大国 美国拥有着大量的土地 一般都被种植农作物 还有部分空地会被建设养殖场 这样喂养猪牛等动物 就不需要饲料了 可以就地取材 而且分别还可以作为天然肥料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很多人觉得即使这样 美国的劳动力依旧不足 怎么会浪费时间来养猪呢 其实美国根本不需要人力养猪 他们都是利用高科技 来进行全自动喂养 就比如粪便的处理 首先美国会进行粪浆热能回收 热泵稳定供热 粪浆会被冷却 减少臭味和氨气 还可以供暖 不光减少了供暖成本 还减少了煤炭燃烧带来的危害 不仅如此 他们养猪的方法也十分简单 基本上都是自动化完成的 而且营养供给更加丰富 养出来的猪更加壮实 不爱生病 所以他们投入很少的人力 就可以实现大规模的养猪 甚至一个人都可以管理一整个养猪场 美国不光国土面积大 还是农业大国 他们种植的农作物 就可以当养猪的饲料 根本不需要购买 因此大大降低了饲养成本 而且用不完的猪饲料 还可以出口其他国家 比如中国 美国最大的猪肉输出国 就是我国 因为中国人普遍更喜欢吃猪肉 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所以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而美国则是最好的选择 因此 美国根本不担心猪肉的销路问题 这是一笔非常客观的收入 因此 美国人很喜欢养猪 最主要的是 养猪十分简单 不需要过多照顾 这些猪就可以长得标肥体壮的 比起鸡牛来说更加省心 而且成本更低 而对比粮食加工之后再出口 还不如加工猪肉所得的利润高 因此美国就成为了养猪大国 并且成为了养猪肉